凡夫 不明白四十真相 把这个五蕴 五蕴是阿赖耶的 相分跟见分 物质这一部分 是阿赖耶的相分 受相行使 是阿赖耶的见分 阿赖耶的相分见分 都是没有边际的 广大无边际 职者一点点 认为是自己的身心 认为是自己身已经错了 认为是自己的心就更错了 所以佛把这个四十真相说出来 根立的二臣 阿他听懂了 他听懂了 他就能放下了 不再执着 受相行使是我的心 不再执着 这个色相是我的身 他不执着 他们就放下了 放下 他就能出 六道轮回 再也不搞 轮回的把戏了 他超越了 所以佛讲 无云无果 无云是 念念相续 哪一个无云是你 你要说你已经不在了 你看 一秒钟 里头多少个无云 一千六百兆 哪一个是你 那你是你 立刻就没有了 就不见了 真的没有过 拿这个来认为是 我是绝大错误啊 那我有没有呢 我有 有正乎 佛说了 法身是正乎 剥弱是正乎 血脱是正乎 叫三德密藏 这是自信的三德 三德每一种 都有长落 无尽 四德 法身里头 有长落或尽 常是什么 不生不灭 它是永恒的 不是生灭法 就叫常 那五音是生灭法 那五是什么意思呢 这佛法定义是 主宰的意思 自在的意思 能做主宰 他永远不变的 慧能大师 健行的时候 说何其自信 本不生灭 那就是常 没有苦 就叫乐 做得了主宰 永恒不变 这生活 最后是静 清静 清静就是 永远不会人 慧能大师 五句话 第一句 何其自信 本自清静 这竟是静 第二句是 不生不灭 是常 所以常乱过境 这个四德 发生有 自信 本有的 般若智慧 里都有 解脱有 解脱是 你能够把烦恼 断解脱 六根 在六成 境界 真正能修成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知足 就对了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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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